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六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带到是中国刚刚公布的二零一九年的经济成绩单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哲介绍了二零一九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宁吉哲介绍说经过初步核算二零一九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九十九万亿元人民币 稳居世界第二位而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一 符合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六点五的预期目标 如果分季度看了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四 第二季度增长百分之六点二 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六点零 第四季度增长百分之六点零 如果分产业看了第一产业增加值是七零四六七亿元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一 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是三八六一六五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七 而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五三四二三三亿元 增长百分之六点九 而前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三万零七百三十三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是百分之五点八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人均GDP增长大体持平 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两万六千五百二十三元 下面再要为您介绍的是有关于中共政治局的最新消息 中共高层于一月十六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呢是二零二零年的首次政治局会议 也被认为是一月份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由于会议提到了还研究其他事项 有报道认为这将掀起新一轮地方人士大调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一月十七日出访缅甸 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将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达伯斯世界经济论坛二零二零年年会 紧接着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黄金周休息过后已经进入二月份 因此此次中共政治局会议被认为是一月的最后一次 而根据香港明报一月十七日引述消息表示 海南省高层可能有人事异动 传说身体抱恙多年的海南省委书记刘次贵将退休 由省长沈小明接任书记 而空降的未来新省长将是国家电网董事长扣伟 他的空缺则由江西省常务副省长毛伟明来填补 也有大陆媒体提前透露这项人事调整表示 江西省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在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宣布担任国王董事长 而寇伟去海南担任省长 今年五十九岁的寇伟是云南白族人 曾经长期在云南电力系统任职 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后来做到华能集团的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在二零一六年七月由升任副部级的国家电网总经理 次年中共十九大使 跻身中央后部委员 在二零一八年底成为了国电董事长 分析人士表示 扣委此番调任海南省长 晋升可谓神速 此外中国云南贵州辽宁三地的省书记更替也备瞩目 这三位现任省委书记都已超过政部级官员六十五岁的退休年龄 其中云南书记陈豪生于一九五四年二月 到下月就满六十六岁了 贵州书记孙志刚生于一九四年五月 而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生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同样面临退休的还有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的农业部部长韩长富 而在中国官场年龄一直以来都是一道硬性指标 除非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或者是因为换届而短暂超零服意外 政部级官员通常都到六十五岁击退 但是近年来随着干部年轻化步伐的放缓 年龄的死线似乎渐渐放宽 变成因人因畏而异 不再以刀切 比如不久前由山西书记一直调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骆惠宁 就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 分析表示中共官场的更新换代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及很多层面 不是说简简单单就到站下车 这需要一个轮换过程 而最新的人事变动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接下来也许会有更多的盗铃官员退休 只不过不是今天宣布而已 而上述被聚焦的官员也可能在此行列 当然不排除在随后的人事变动 可能还会再次出现特例 但显然不能仅仅聚焦与某个官员与最高层的关系 如果没有能力他们也不可能继续获得重用 此外与刘次贵同样是身体抱恙 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玉浦自上任后就未能正常工作 部务一直由兼任党部署书记的副部长黄敏来主持 下面仍然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相关情况 这一份协议到底是强示弱 对中国和美国哪国更有利呢 对此我们特别询问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常驻研究员史剑道先生 他的同时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专家 对此呢他特别撰文予以回应 他表示我感兴趣讨论的是协议本身 那些已经被讨论烂了的影响和意义似乎并没有什么意思 昨天签署的美中贸易协定第一眼看上去比较薄弱 第二眼看上去好像又挺强的 但是第三眼看上去还是薄弱的 我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经济学家 协议文本中的强制性规定值得我怀疑 川普政府官员可以立即正确指出 真正的执行来自总统必须证明使用关税的意愿 但是第三眼看上去总统似乎只会在狭窄的条件下才使用关税 从而使得北京可以在多个方面自由作弊 关于金融服务的简短章节多次使用美国确认一词 因为此前中国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开始就为美国和其他外国金融机构敞开大门 因为他们需要这笔钱 他们现在仍然需要这笔钱 关于汇率的章节维持了使用IMF框架的现状 我们在八月刚刚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 毫无道理 并于本周取消了这样一个标签 顺便一说北京五年多来并没有系统的贬值人民币 而农业一张更为重要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无关紧要 中国通常需要美国农产品 如果不需要它将创建新的障碍 不能通过正式协议中的措辞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北京对经济的控制范围太广 没有办法预期和禁止一切可能的干预 而农业在贸易促进章节中表示 双方预计从美国购买和进口到中国的制成品农产品 能源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趋势 将在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五年持续 说得容易 在二零二一年之后就没有任何承诺可言了 如果没有能够达到目标 那么有关磋商的第五十五页则更为微妙 如果中美两国的数据发生冲突 或者是北京方面认为美国正在自愿抑制对中国的出口 那么双方将进行磋商 这将导致停滞 然后中国可以指责美国做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因此中国可能对此违约 如果这样看来 购买甚至无法坚持到二零二一年 而关于知识产权的一章其实比较重要 中国可能会履行一些具体的承诺 比如在地理指标上 使得美国公司和工人受益 同时还可能会更加努力地清除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造假产品 这也使得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受益 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空间 例如第一点九条和第一点二七条专门讨论处罚 但是对北京方面的处罚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任何金融或商业运作的罚款都可以由政府立即恢复 一家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违反商标法而被罚款十亿美元 但是他可能再从北京那里获得十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而技术转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中国仍未承认自己已经强迫技术转让 因此很难写出要求其改变行为的具体规定 没有提到中国对美国公司抱怨技术胁迫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报复的可能 缔约方不得支付或指导其人员针对制造或造成扭曲的产业计划 所针对的部门和产业获取外国技术活动 这是条款中的一项 但是中国一直否认相关的工业计划会造成扭曲 并且坚持其自己制定自己的投资计划 只是后来才得到了国家财政的支持 业务得以实现 并且无需任何更改 这些缺陷和其他缺陷当然会最终落实到执行机制上 第七章涉及争端解决 这一章不像某些国际协议那么华丽 但是仍然只是当共产党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美国要求召开了会议的最新遍体 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对话就是浪费时间 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己的行动意愿 川普总统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 如果中国不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 那么美国将抑制中国商品的进口 他没有证明他表现出关心其他问题 包括IP和技术转让 总统没有对此进行竞选宣传 也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因其执政期间的履夺性知识产权行为 而面临任何有意义的制裁 关于美国将如何识别违法行为 选举后将发生什么情况等问题 现在似乎为时太早 但是名列榜首的是 如果川普总统获得了他需要的购买协议 那么剩下的这笔交易中冗长内容 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 最后再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美之间第一阶段协议 可能会颠覆全球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 并且削弱国际机构 传统上贸易协议是通过仲裁来执行的 在这样的仲裁中 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提起诉讼 而专家组则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这样的程序由作为全球贸易法院的世界贸易组织来执行 但是川普政府一直强烈批评这种形式 认为专家组吞没了美国的权力 不遵守贸易法 而美国政府不批准新的法官 从而削弱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系统 并且使得美墨加协议的仲裁制度 比其所取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加弱 而参与讨论的人士认为 川普总统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与来访的商业团体举行的会议上表示 我唯一信任的仲裁员就是我自己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争端 将通过双方之间的三轮磋商来解决 而不是交由仲裁员来处理 最终赋予美国对结果不满意的征收关税的权利 而北京也拥有这项权利 但是他在交易中几乎做出了所有让步 这使得美国更有可能向中国施压 来执行他只是勉强同意的条款 如果美国采取行动 除非中国退出交易 否则中国将无法进行报复 甚至无法向WTO提出申诉 而希拉丘斯大学中国贸易专家玛丽洛夫里表示 新的制度是公然挑衅WTO 决定者将是与总统协商后的美国贸易代表 第一阶段协议的所有部分均受这些执行条款的约束 包括购买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中国承诺不用外币政策来帮助其出口商的承诺 根据协议无法组织北京方面的美国恶意行为进行报复 只能通过废除协议来做到这一点 而北京没有动力通过退出交易来重燃贸易战 美国认为北京不大可能进行报复 而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官员说 我认为遵守协议符合北京的利益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进行报复或者挑战我们 而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竞争对手 试图剥夺其半导体技术的美光科技公司 正在考虑使用新的争议解决系统 以使北京退缩 但是美光科技是不寻常的 它是公开投诉并且寻求政府援助的少数公司之一 九月川普总统告诉联合国大会 我们正在为美光寻求正义 而其他公司可能会担心遭到报复 为了鼓励他们挺身而出 协议说美国可以根据机密信息向中国提出投诉 而科技公司贸易集团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的常务副总裁卡莫尔表示 这对于一些抱怨类似法规的公司可能有效 卡莫尔表示尽管他更喜欢有仲裁小组解决争端 但是第一阶段协议却发出信号 表明美国对执法的重视程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